李小龙他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境界了 就是所谓的寸拳 寸拳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把手放的已经顶住了 碰一下子进去了 见圣于成会专业评价李小龙解释出寸拳精髓 李小龙果然名不虚传 成龙大哥还是太肤浅 李小龙的实力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悍 其实一直以来外界都是争议不断 见圣于成会的一番话才算是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 于成会认为李小龙的寸拳已经达到了顶级的境界 这也就是说李小龙的寸拳 几乎都是先将手伸出去 然后再发力打出去 一般人出拳都是需要一个缓冲的 也就是发力前面伸手打出去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蓄力的阶段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直接就伸出手然后发力 相信大部分都会感觉自己的力气小了半成 不过即使李小龙是直接发力没有缓冲 那些站在他对面的大汉都会被李小龙的一拳打得东倒西歪 可想而知李小龙的力量有多惊人 如果他加上缓冲的动作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于成会和李小龙一样都是对中国武术真正有贡献的人 当年在国内几乎失传的双手带剑法 就是于成会潜心钻研 查询了像古武集和日本剑术等大量资料 才恢复出了双手带剑法 之后于成会还自创了一套螳螂剑法 光说这个也不能证明于成会到底有多厉害 毕竟李小龙之前也创造过一个截拳道 成龙大哥对此一直嗤之以鼻 深以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一套拳法或者剑法 那咱们就来看看于成会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 很多人说于成会的剑法肯定不适合实战 毕竟中国武术剑法大多都只是好看 实际上就拿于成会自创的螳螂剑法来说 这套剑法花了于成会整整四年时间才打磨完成 可想而知 相比于大家 驿馆认为能够展示出实战能力的擂台比试 前者不管是观赏度还是内涵 都要比擂台比试有深度 擂台讲求的是规则 但剑法这些如果真的用来比试 那肯定就是你死我活了 所以根本没办法去通过擂台的方式 检验于成会的实战能力 但能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剑圣的人 想必也差不到哪去 而他对李小龙的评价又如此之高 可想而知李小龙的实力肯定也是名不虚传的 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 果然大神和大神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 真正的高手才会欣赏高手 只有菜鸟和看热闹的才会处处贬低别人 这么一看 之前成龙大哥大言不惭地说 李小龙是单股自己是双股 甚至还隐晦地表示自己比李小龙更厉害 现在看来不禁让人觉得有点好笑了 红金宝大哥都曾坦言李小龙比自己强百倍 成龙大哥确实有点自不量力 但和李小龙有过交集的梁小龙 也曾直言李小龙实力一般 他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还是揪住了李小龙使用替身的小便 实际上只要是演员就没有不用替身的 这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实力就不行 毕竟树叶有专攻他们自然也有不擅长的领域 如果要了解李小龙的真实战力 我觉得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去分析 角度一 当代搏击冠军们 相对于手虽能伏击 但并不会一招办事的网友们 专业人士的评价显然更可信 毕竟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A 刚退役的UFC传奇人物 绰号蜘蛛的席尔瓦 从李小龙那里学习了搏击技巧 李小龙在我心中是最强的搏击大师 B 当今UFC招牌人物 绰号嘴炮的康纳麦格雷哥 李小龙是世界冠军 他的功夫弱水的理念深深影响我 我一直如此比赛 C 八个级别的世界拳击传奇 绰号亚洲驱逐舰曼尼帕奎 李小龙是我的偶像 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出拳的速度 D 当今UFC清亮级冠军 被称为妈妈史上最好的选手之翼乔恩琼斯 李小龙的武功和思想是如此深邃 我们现今的搏击理念都来自他 一 前次清亮级世界拳王曼奇尼 如果谁觉得能跟李小龙对战 他一定是疯了 以上几位都是当代搏击选手 都是各自运动的传奇人物 他们的表述应该非常值得参考 而质疑李小龙时代落后的人们更应该参考 角度二 李小龙徒弟和朋友 功夫这东西不是耍嘴皮子 没真材实料忽悠一天两天还可以 路线二可是分分钟的事 所以 看李小龙的武力值 看看他周围的人就知道了 A 前世界空手道冠军 曾参演李小龙龙争虎斗的吉姆凯利 我相信直到李小龙死的时候 都没有人可以战胜他 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搏击家 B 美国七十年代空手道统治者 被称为空手道阿里乔刘易斯 我于1967年认识李小龙 随后跟他训练至1969年 之后我连赢11个冠军 进入无敌状态 李小龙使我到达职业生涯巅峰 C 菲律宾棍王空手道黑代 李小龙忠实的徒弟伊诺山渡 他于1964年在长堤空手道大赛 结识李小龙 当时他正与扎克诺利斯猛龙过 将篇为与李小龙对战的演员 美国空手道冠军 比赛经李小龙指点后反败为胜 此后他成为资深徒弟 并将双截棍传授给李小龙 余生都在普及截拳道 第一 美国跆拳道之父李俊九 李俊九是美国武术界宗师级人物 而他们相识之初 李小龙才刚到美国 试图以恰恰武培训班为生 在美国武术界不用说有名气 连门都还没摸到呢 不过 此后的相处李小龙 依然是凭借着自己的身手 赢得了李俊九的尊敬 并成为李小龙在武术界扬名的推手 李小龙的良师亦有不胜美举 皆有名门正派习武背景 大部分都是一派开山祖师或者代表人物 试问 如果李小龙本人的武术不能使他们折服 他们能心悦成福地拜李小龙为师 能与李小龙一师一友吗 如上两个角度可以看出 当代搏击冠军和李小龙同时代绝代高手们 都对李小龙的身手有着由衷的佩服 而面对这些各门各派心悦成福的粉丝们 李小龙还有什么必要 再次在擂台上征服他们呢 角度三 李小龙的学武经历 李小龙创立截拳道的最大出发点 就是打破门派招式的局限 使搏击更纯粹更直接 所谓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 而打破门派局限的基础在于领略了门派精髓 简单说就是李小龙基本啥功夫都会 对照他的学武经历可以发现 在成年之时离港赴美之前 李小龙已经研习过太极 七岁开始更追随名师学过南拳 叶问传授其咏春和北腿 或原甲传人邵汉生所授 可谓南北通融 且参与过不少门派争端 打过不少架 来到美国之后 他逐渐在李俊九等名师的牵引下 结识美国武术界各门派的掌门 并跟随这些一师一友的功夫大师们 研习跆拳道 空手道 柔术等功夫 还在家里研习拳王阿里的录像带 并让菲律宾武器双结棍 成为自己的招牌 所以对中外各派武术的研习和掌握 李小龙堪称古往今来第一人 很多人终生研习一种武功 还很难成为高手 若不是武痴 绝对难以到达融合各派所长的境界 角度四 李小龙的力量和速度 有句话说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力量结合速度应该是天下最强的武器了 而李小龙的力量和速度是举世公认的 1964年美国长笛空手道大赛上那次有录像为证 震惊世界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小龙的插眼 封喉都是明着告诉对方要释放的招数 然而没有人可以在聚精会神的状况下防得住 在此情形之下质疑李小龙体格和体能的人 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他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周旋和过久的熬战 一招就致命了 有关李小龙的力量和速度 曾与其交情匪浅的香港武林高手陈惠敏 和红金宝都有不同场合的描述 李小龙的攻击都是转瞬即逝的 其力量结合速度形成的杀伤力举世莫及 其实他的力量和速度在电影里已经表现很充分了 他的腿和拳都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吉姆凯利曾在采访中说 李小龙的格斗实力可以明确告诉对方攻击部位 也可以告诉对方自己所使用的肢体 也就是说 李小龙的拳和脚都已经练成了最致命最快最狠的武器 对于他而言 一场战斗只在转瞬之间 再者他的力量和速度已经完全体现在了他的全身肌肉上 那身完美的肌肉即便放在当下也令使人莫及 角度五 李小龙的思想 李小龙之所以影响力深远 最终还是归结于他的思想 他崇尚的无规则和全接触理念 不但在当时阵笼发聩 更促进了当今时代的搏击发展 无论是功夫技术 亦或是功夫理念 李小龙都远超他当时所处的时代 他去参加任何拳种的比赛都是与结拳道理念相悖的 都是无法服从内心的 他无法参加降维打击 也就没有什么比赛可以参加了 再者经他还原后的功夫理念 变成了用最快的方法获胜 也就是能杀死就绝对不仅仅击倒 如同他电影里表现的那样 基本都是拳头直击要害 以他的力量和速度 出手的后果对任何都是灾难 搞不好就会出人命 而李小龙最为了解的自己的能力 他不想给习舞者造成伤害 更不想伤害自己的传舞生涯 所以李小龙和当时的武术界就形成了大人和小孩的关系 从技术到理念根本不在以上 根本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对手 综上 李小龙不是一般能达 而是如同拳王泰森所言 他其实是个killer